欢迎收听线上儿童广播节目 《烂分珠讲故事》 现在成为我们在Spotify、Apple Podcast 或者YouTube的月费订阅会员 就会听到压外开放给会员的故事啦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不怕太阳的雪人 作者 阿粒 有一晚落了一场大雪 公园有一帮小朋友用雪 合力堆了一个雪人出来 小朋友用两粒果实做了雪人的眼睛 用红萝卜做了雪人的鼻 用手指 画了雪人的嘴巴和耳朵 还怕雪人晚上会冻 帮他带了一条红色的颈巾 所以第二晚的时候 雪人不觉得冻 还很喜欢自己的样子 我好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谢谢小朋友带我出来 那一晚 都是落了一场大雪 所以雪人比昨天长高了一点 第二天 小朋友还用树枝 帮雪人做了一对手 好耶 我现在有手了 雪人在公园过了好多个晚上 公园的小朋友都好爱惜他 没有小朋友会破坏他 雪人每日都会长高一点 他和小朋友 在公园都过得好开心 有一晚 公园挂起大风雪 雪人即使有颈巾 都觉得有点凍啊 好疼啊 好疼啊 公园的草丛跳出了一只小灰套出来 不过这只小灰套 好虚弱啊 他还好瘦啊 好疼啊 哪里有东西啊 小灰套你没事啊 雪人 我好疼啊 太大风雪了 我找不到东西啊 小灰套 我没有 食物啊 不过你可以拿走我的鼻 它是红萝卜来的 不得不得 不可以的 那个是你的鼻来的 不紧要啊 红萝卜 是小朋友给我的 如果你吃了红萝卜 有分析力 那才发挥到红萝卜的真正用途 雪人 多谢你啊 小灰套 小灰套好多谢雪人送了红萝卜给他 他吃完之后真是不肚饿了 不过雪人从此就闻不到气味了 大风雪 大风雪连续两天都没停过 另一晚 公园的大树底下 睡了一只 没了生气的小虫鼠啊 小虫鼠你不可以睡着的 你会被大风雪连续了的 雪人 我没力了 小虫鼠你不要睡着啊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 没力爬上树了 小虫鼠你可以拿走我的眼了 它就是果实来的 不行不行 不可以的 它是你对眼来的 不要紧要啊 果实是小朋友给我的 如果你吃了果实 有发气力 那才发挥到果实的真正用途 雪人 多谢你啊 小虫鼠好多谢雪人送果实给他 他吃完之后 有发气力爬上树了 不过 雪人从此就看不到东西了 大风雪连续几天都没停过 有一晚 有一只小麻雀 飞了来雪人的头顶上面 小麻雀 天气那么凍 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因为大风雪 我的鸟巢没了 小麻雀你拿走我的手 雪人可以做一个温暖的鸟巢 不行不行 不可以的 它是你对手来的 不要紧要啊 雪人是小朋友给我的 如果 你用雪人力竹巢 才发挥到雪人的真正用途 雪人 多谢你呀 小麻雀 好多谢雪人送雪人给他 他亦做了一个 很温暖的鸟巢 不过雪人从此就没了一对手 好了 大风雪连续几个星期都没停过 没小朋友来公园玩 不过每一晚 小灰兔 小虫鼠 小麻雀 都会来到公园 陪着 没了眼睛 没了鼻子 没了双手的雪人聊天 他们一起捱过了风雪的季节 大风雪终于都停了啦 太阳出回来啦 猛烈的太阳照射去大地 大人好用力铲走公园的口口即雪 雪人 小朋友会好快就来公园玩的 我都好挂住热闹的公园呀 我都好挂住些小朋友呀 不过冬天应该好快就完了 我见到候鸟准备回来了 那雪人你是不是会消失的呀 是呀 太阳出来雪人就会消失 是呀 我会融化 然后消失 不如我们想办法留住你呀 不用啦 我们可以偷偷地放你入雪柜 我这么大个怎么放雪柜呀 你不怕自己消失吗 我们不想你消失呀 我们不舍得你呀 我会用另一个形式 去跟你一起 我会融化 然后变成水 流入公园的泥土里面 和你们永远一齐 接着来几天 天气都非常之好 每天都好大太阳 雪人很快就融了 它原本的位置 只留下了一条红色的颈巾 小灰兔 小虫鼠 小麻雀 和雪人 约定 下年会会做一个更漂亮的雪人出来 然后围上这条红色的颈巾 小朋友 你觉得雪人除了泥土 它还会留去什么地方呢 下星期会继续播放 《神探笨笨珠》第3季的《游轮事件宝》第3集和第4集 不怕太阳的雪人 楚楚声演雪人 城亨声演小灰套 烂份谦声演小虫鼠 印落声演小麻雀 假如想紧贴我们的故事播放时间 就要like 或follow我们《烂份珠讲故事》的Facebook 记得有空就听《烂份珠讲故事》啦 关注音乐 中文字幕作为了解 《烂份珠讲故事》 口接着 冷时焦 中文字幕作为了解 小文字幕作为了解 小文字幕作为了解 放手 不 一 世界 写 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